大家好,这里是梦想文学,喜欢我的故事,请点赞并关注我,每天都有好故事讲给你听。 中国民间流传很多奇风异俗,其中有个叫找鹿爷,是指孩子生病了不去看郎中,而是有母亲抱着,带上好吃的食物,在清晨时守在鹿口,遇到的第一个人便是鹿爷,相传鹿爷是孩子的贵人,可以助他逢凶化吉。 民国时期的一个清晨,有个叫张王氏的年轻母亲,抱着生病的儿子,早早地守候在村头,找鹿爷。 据神婆说,如果日上三干都找不到鹿爷,孩子就会有难。 但那天,不知怎么回事,偏偏没有一人经过此地。 正当张王氏心里焦急之时,他终于远远地看到了一个人影。 年轻的母亲大喜过望,正要走上前去,却又愣住了,原来走过来的这个人是村里的无赖,人称不要脸的张赖三。 此人偷鸡摸狗,吃喝嫖赌样样精通,提起他,大家都只能摇头。 张王氏万万没想到会遇上他,想装着没看见,却来不及了。 张赖三一看张王氏的样子,心中便明白了七八分。 其实,他之前也常遇到这种事,因为他经常夜不归宿,早晨时在村头游荡,很容易遇上找鹿爷的人。 但那些人大多装着没看到他,他也会甘笑两声,装作没啥事走了。 但这回出乎他的意料,张王氏想了想,还是迎了上来,把篮子里的食物递给了自己。 按照当地的风俗,鹿爷必须吃掉篮子里的食物,不得拒绝,然后把孩子抱过来,给他一点见面礼珍些。 张赖三头一回遇上这等礼遇,当然不客气了,但当他把手伸进兜里时,却呆住了,他兜里空空的,什么也没有。 张赖三这才想起自己啥也没带,这也难怪,他平时白吃白拿,稍有财物,都拿去赌了, 哪会剩什么东西。 如果是往常,张赖三欠了人家的东西,最多一句,以后还你,便扬长而去了。 但这回不同,张赖三头一回受到人家的尊重,他不想让对方失望。 而且,据老人家们说,如果他不给孩子东西,对孩子不吉利。 张赖三犹豫了一阵子,终于下定决心,从贴身的内衣里掏了件东西,递了过去。 张王氏一看,也愣住了,这是块玉石,通体精英剔透,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。 一般鹿爷给的,都只是一块鸡毛,或者一些小玩意,意思一下,从未有人给过这么贵重的东西。 他马上拒绝说,鹿爷啊,这么贵重的东西,我怎么能收?你还是拿回去,换别的吧。 谁知道张赖三这回下了决心要当好人,硬是把东西塞给他,就拍屁股走人了。 不知道鹿爷显灵还是什么的,并还没几天就好了。 张王氏很高兴,让孩子挂着玉石,当然也不忘向亲朋好友讲几句张赖三的好话。 亲友听了,都嗤之以鼻,张赖三也会做好事。 算了吧,还有的人说,还会给你好东西,不偷你的算好了。 张王氏却不以为意,但几天后竟有人为此找上门来。 上门来的是村里的有钱人,叫周丰元,他一进来就要看那块玉石。 他告诉张王氏说,前不久他儿子带的玉石不见了,怀疑被人偷了。 这不,现在那玉石就挂在张王氏儿子的脖子上呢? 张王氏一听,不禁又羞又恼,按照老人家所说,给病害镇邪的物品必须来路正当,不然会对孩子不利。 在周丰元带领下,他们一行七八人来到张赖三家,想要问他个究竟。 没想到张赖三不在家。 到了黄昏,众人才见张赖三走回来。 周丰元率先冲上前去,质问他为何偷了玉石。 没想到张赖三眼珠子一瞪,大怒道,啥? 你说那块玉石是你的? 你有什么凭据? 那明明是我娘留给我的。 周丰元料道他不会承认,拿出相片给他看,相片上周家儿子带着的玉石,和现在这块一模一样。 张赖三看了相片,也愣住了,但很快大声否认,相又怎样,就不许我也有同样的玉石吗? 大家都生气起来,齐声谴责张赖三的无赖。 这时,张王是忍不住插嘴了,说,我说,张兄弟,你,你这玉石是不是真的偷来的? 如果真的是偷来的,那,那可要还给人家呢。 张赖三听了,突然发了狂,狠狠地说,没有。 我张赖三向天发誓,那块玉石绝对不是偷的。 我张赖三虽然不是什么好人,但拿偷来的东西做鹿爷,我是死都不干的。 大家被他的气势压倒了,但很快,又齐声痛骂起来,因为很多人都被他发誓赌咒骗过,早就不信他了。 张赖三看到这情形,气得说不出话来,那委屈劲儿,让张王是看着暗暗惊讶。 过了一会儿,张王是对周丰元说,周大爷,我相信他。 这块玉石可能是你家的,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张赖三头的。 兴许是他捡到的呢。 此话一出,大家都惊奇不已,你相信他。 相信这个无赖。 张王是强调说,是的,我相信他。 周围的人开始议论纷纷,连张赖三也觉得惊奇,呆呆地看着张王是。 周丰元冷笑着说,我看啊,你是打算和这小贼串谋,不想还我玉石吧。 张赖三听他左一句小贼,右一句串谋,再也忍不住了,冲上去就想揍他。 周家带去的几个人也不是吃素的,双方动起手来,张赖三不是对手,就跑了出去。 张赖三在前面逃,一伙人在后边追,不知不觉跑出了村子。 此时夜色越来越浓,很快前面已看不清人影了。 周丰元等人拼命追赶,只看到前面有个模糊的人影,很快,连人影也见不着了。 周丰元正往前赶,突然前面传来咕咚一声,好像有什么东西沉下去了。 后面的人大喊,周大爷,别往前走,危险。 周丰元这才醒悟,原来他们跑到村子西边的沼泽地去了,如果不是他们喊着,他早就陷入泥潭里去了。 等他冷静下来,终于想到了另一个问题,张赖三呢? 他跑进沼泽地里,难道死了? 周丰元找人打了火把,在沼泽地四周查找,还是找不到张赖三,只在沼泽地旁边发现了一只鞋子,有人说是张赖三的。 一个无赖自己,跑进沼泽地死了,那本不是什么大事情。 事后,周丰元软硬兼施,终于从张王氏手中夺回了那块玉石。 张王氏也因此受了不小的打击,变得寡言少语。 两年后,村子里来了土匪,他们轻车熟路的,一进村就往西头的富户家里奔去。 很快,周丰元一家被驱赶到了晒谷场,家里也被翻了个底朝天。 土匪头叫南霸天。 他提着一大袋的金银首饰,哗啦一声,就扔到了一个土匪面前,说, 赖三,你的功劳最大,你想要啥,就拿啥吧。 那土匪往袋子里一掏,很快找出了两块一样的玉石。 他把玉石扔到周丰元面前,冷笑道,周大爷,你怎么会有两块玉石的? 当年我没有偷吧。 这时,人们才认出那个土匪就是张赖三,原来当年他没有死在沼泽地里。 大家看着那两块玉石,也暗暗奇怪。 这时周丰元是瞎子吃馄饨,心里有数。 原来,他当日从张王室手中夺回了玉石,但很快他在家里找回了属于自己儿子的那块。 不过他有便宜可占,自然不对外声张了。 哪想到张赖三艳不下这口气,居然跑去跟了土匪,现在回来报复。 土匪搜刮一空后,顺带还绑走了几个女人,张王室也在其中。 当土匪绑他时,他拼命地挣扎,还求助地看着张赖三,但张赖三却只是看着远方,仿佛不认识他似的。 土匪骑着马,奔跑了几十里,在张赖三的提议下,留在一间破庙里过夜。 由于收获颇风,美酒佳肴也不少,土匪们开始大块吃肉,大口喝酒。 几个妇女被关在一个小间里,正当他们惊恐不已时,男霸天带着几个土匪,醉醺醺醺地闯了进来,吟笑着说,今晚谁来服侍大爷。 妇女们惊呼起来,张赖三在一旁劝道,老大,你今天喝多了,要不。 男霸天一边将他推开,一边说,什么喝多了,大爷我,我在喝十斤,也,也没事,这一推。 竟然把张赖三给推到张王室身上来了。 张赖三挣扎着起来,又劝了一阵,才总算把男霸天给劝回去,继续喝酒去了。 等他们走了后,张王室冷静下来,用手中的小刀割开绳子,这是刚才张赖三趁着跌在他身上,偷偷塞过来的。 他动作很快,转眼就解开了大家的绳子,然后,带头往破庙外跑。 但妇女们的动静很快惊动了土匪,他们骑着马追了出来。 张王室为了掩护其他人,很快落到了最后。 男霸天骑着马率先追上来,抓住他,借着酒意甩了他两巴掌,并说,让你逃。 我看你能,能逃到哪里去? 张王室绝望地闭上了眼睛,这时,突然,砰的一声,只见男霸天,双目圆瞪,胸口冒着血。 轰然倒地。 后面,张赖三的枪正冒着烟。 张王室脱口而出,你为什么要救我? 张赖三没有细说,只是让他快躲起来。 这时,枪声密集地响了起来,看来是其他的土匪发现了他们,开始火病起来了。 躲了几个时辰后,终于,附近公务所的警察上山来,说土匪全部被抓住了,这才让妇女们全部脱离了险境。 张王室向一位警察打听张赖三的状况。 警察宽慰他说,张队长,他受了点伤,不过还好,没有什么大碍。 他还告诉张王室,张赖三现在是警察队的队长,这次他在男霸天身边坐卧底,正是要将这伙猖獗的土匪绳之鱼法。 这个消息很快传回了村里,大家都倍感惊奇,一个无赖,居然成为了警察队长。 只有张赖三知道,是张王室对自己的尊重改变了自己。 当年他侥幸逃出沼泽,对村里的人怀恨在心,整天琢磨着回来报复他们。 然而,当他有一天前回村里,居然看到张王室提着祭品去拜祭自己。 别想到当初他也是信任自己,找他做了一回鹿爷,让他体会了一次被尊重的感觉。 自那以后,张赖三便决定了,要做一个与以前不一样的人。 他这样想,也真的做到了。